在颱風季過後 日月潭的九枝蛙 現在又出來露面了 議員憲民謀在今日定期會上 直行縣府單位 關於日月潭的配水機制是否得宜 千萬不要為了其他縣市的商業用途 讓縣內的觀光形象受損 達到本末導致的效果 現在沒有火水來 用南投縣為了其他縣市的灌溉 為了六清的用水 有一陣子日管處要把碼頭封掉 灌溉重要還是觀光重要 你號稱要借打造的南投縣是觀光首都 一塊塘米是一個火車頭 民文國際的風景區只會讓我降下去 不然間失敗真的結論也不方便 而針對日月潭配水問題 議員憲民謀建議 也應當向相關單位爭取經費 回饋在地鄉親 水位的下降會因為我管制要用水 如果為了代表我們犧牲小偶 我們還是有考量的必要 人家水位在收錢 六清也要付錢 我們南投縣市 你應該也要去政府說 好 你用南投縣的水 是不知道要回饋的南投縣政府 這一點現場也千里努力 另外麒麟潭為陸谷知名的觀光景點之一 由於嚴重優氧化的問題 縣府近日已經實施清潔工程 議員許素狭關心 縣府相關單位是否有配套措施 吸引遊客前往觀光 兩個月前我們到現場做一個會看 就是我們在這國外 在後來要放水 把一個優氧化這個問題要放水 那現場如果說以後 我們把這個優氧化的問題處理以後呢 後續的一個發展 你要怎麼來幫助 我們的陸谷相關所 把我們的麒麟潭的活化 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說未來我們把優氧化的問題 處理以後呢 你在電影裡面也想說 要做一個夜間的一個表演啊 或是什麼我也希望說可以 將我們的團隊多用心 來共同再把它做一個活化 我相信可以讓我們民宿 周遭那麼多的這些 遊客來到現場的時候 晚上又有一個很漂亮的一些節目啦 還是說那幾年可以一起來共遊 由於南投縣長期以來 以觀光廠業為豪 議員期盼在觀光廠業的各方面水準 能不斷提升 共同努力為南投觀光大縣 建立好口碑 明新聞廖瑋維林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